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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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見忽了一支白背包 踏著快借的腳步 不知道什麼是天涯 不知道什么叫丽州 遥远的路途不穷尽 一行百月向前撑 唱起了旧式的山歌 唱起了故乡的家园 富云一样的游子 新房转换了乡丘 新房转换了乡丘 随着梦里梦前撑 乡丘云入梦中 真的很像做梦一样 好像你真的眼睛一闭 然后睁开来已经50年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明歌之前 大家都是唱阳歌 偶尔有一个人会把一个什么民谣 或者什么歌把它改编 变成比较摇滚的东西 在唱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还会虚他们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觉得奇怪 我说其实应该有自己的歌不是应该更好吗 所以后来杨玄的演唱会 那次就是我们讲民歌元年 那场演唱会我是观众 我在台下他把余光中的诗谱了曲的那些歌 然后我觉得很感动 我就介绍杨玄 我说那个洪建权基金会 有可能可以出唱片 因为这个演唱会的影响也就是这么一千八百人 一千多人 可是我想是怎么样去更推广 就变成你必须要用媒体方式 就是用唱片的方式来做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要一脚踢的时代 要会录音 要会编曲 要会演唱 所以就是做很多的工作 那时候我们录音是就为了 就是有的歌星没有配上的时候 我们就对外开放一下 赚一点小外快 有一个学生带着书包就跑来了 就跟我们讲说他要想录音 怎么录 价钱多少 杨玄你带个眼镜 乖宝宝 对 他讲话也很客气 我对他印象蛮好的 我说帮他忙吧 看他一张唱片唱起来 我感觉很可爱 我就问他 他说他们学校有吉他社 有很多人喜欢唱歌 有人喜欢自己做自己的歌 那些歌曲听起来很清新 但是缺乏专业 没有音乐人帮他们辅助 早在1970年代中后期 杨玄连续出了两张唱片之后 很多人就尊称杨玄是民歌之父 当时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但是当然他并不是第一个 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的创作歌手 我会说他是第一个把这个事情的量体 确认下来的人 所以1975年6月6号的演唱会 加上后来的中国现在民歌集 这张唱片 加起来我们认为1975年是 台湾青年创作歌谣风潮的起点 而他也确实影响了很多第一代的民歌手 那一个画面就是杨玄连在弹 给我的就是弹自己的作品 唱自己的歌 那一刹那就刺激到我 典型了我 我就有兴趣想要跟杨玄一样 写自己的作品 唱自己的歌 杨玄那个时候 在1975年做他第一张唱片 中国校院现代民歌 我那时候高中 然后就开始 大家就校园里面 有人开始在唱他的歌 那后来新歌唱片就办了金运奖 那第一届的时候 我是大一刚好进到大学 包美胜 陈明韶他们就出片了 那更有这种感觉就说 他们也是大学生 我也是大学生 我也可以出唱片 那我觉得我唱得也还可以 那就是 其实多半的心情是一个好玩 这把吉他是 民歌四十的台能场 然后我第一次要上台 那因为想说 台下有这么多的前辈 我就去坊间的乐器行 买了一把二手吉他 然后让大家来签名 所以上面这个是 晓富老师的签名 李建傅 这个包美胜 这个签名不容易拿到 现在真的很难得 因为其实会想要去参加比赛 不外乎就是希望被听到 有更多的听众听见我们 在民歌四十那条路上面 是一个很特别的比赛经验 我在这个比赛里面 认识当年那一群 弹吉他唱歌的大学生 而我当时也是个大学生 而可以用自己写阿嬷的歌 然后去得到这个比赛的肯定 到现在我都还继续创作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对后面 这些创作者一些鼓励吧 我记得评审里面好几位都是 金云讲出来的 对对对 那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 同样的经历吧 我们要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能够反映你的心理的态度的一个音乐 所以说就会选到冠军了 早在1950年代台湾的电台都在办歌唱比赛 但是到了金云奖的时代 他分成演唱组跟创作组 然后让演唱组的优胜歌手 去唱创作组得奖的作品 他就让唱自己的歌这件事情 有更进一步的落实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 校园明歌比较会注意到的 多半是歌手跟自取作者 但事实上 在唱片制作的这个部门 我认为他们的功劳不会比较少 创办金云奖的姚后生 他有非常清楚的美学意识 我要的人就是要那种清汤挂面 很清纯 很有自信 很有把握的那种年轻人 后来我就第一届 我就做这样的筛建 那我在音乐上 我做了很大的改变 就是说不要以前说 传统流行音乐里面 这个小喇叭啦 很吵 节奏很明显 我就用很轻的搏弦 因为他们都是吉他社出来的 他们就尽量把这个搏弦的东西 一点钢琴的东西 再加上一点这个笛子啦 我们入选的人都会进入到合集 其实我们那时候因为是黑胶唱片 所以说这是翻面 他们觉得最会卖的歌就放到A1 第二好的歌就放到B1 唱片公司的逻辑就是 合集哪一首歌卖得好 就再帮他做专辑 年轻人能够发表一个唱片 心里多快乐 多好 那能不能够卖得很好 那是次要的 只要不让我赔钱 我可以继续再做下去 那这些年轻人如果有经验 慢慢这样做下去以后 他累积完以后 他一定有好作品出来 有好的表现出来 那这是一个理想 金云奖出来就很轰动 就是真正的把校园歌曲 把它商业化的 应该是从金云奖开始 当时的这些知识青年 大部分听西洋流行音乐 所以金云奖出来之后 唱片市场多了一块 以前大家没有经营起来的 这个东西叫做知青市场 叫做大专院校学生为主的青年 唱片消费者 这个市场比想象中大很多很多 我还记得我大一的时候 中美断交 然后那个时候 美国有一个外交官到台湾来 然后学生就说要去现场丢鸡蛋 我去了 OK 我去丢了鸡蛋 所以中美断交这件事情 让年轻人决定 我们不要再唱西洋歌曲 我们要唱我们自己的创作 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的台湾 青年歌谣创作风潮 最重要的一句口号 绝对是唱自己的歌 但是下一个问题是 那自己是什么 所以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 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自己的歌是怎么唱 那个时候的文艺青年的世界观 那是什么样子 笑一鸣歌就是长成那个样子 所以杨贤的歌里面 他有《香愁思韵》 也有《带你回花莲》 它是不矛盾的 或者像李双泽他写的最有名的两首歌 是《美丽岛跟少年中国》 它也是不矛盾的 那里面的矛盾性 是要到很多年之后 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了 我们才会有这种感觉 台湾那个时候 是处在一个戒严的时期 所以我一写那个 好要到处去流浪 我要到那很远的地方 大家都很喜欢这一类的歌曲 那么大部分人都是不可以出国的 那戒严时期 我们有很多歌词 那如果你一写错了 你要非常小心 因为很容易有一些文字上 所有的白色恐怖等等的 所以每一个人身体不自由 那么唯一想办法就让心灵自由 当兵其实是非常无聊 你必须发展出一种精神胜利法 然后在初涛上课的时候 我的制服里面就放了一个笔记本 然后教官讲它的 我就想我的 我就想那个结构 就想那个词句 那想好了 我就把它记在我心中 那等到解散 休息五分钟 赶快本子掏出来 把词记下来 所以我写歌是那时候开始写 有一天就放假的时候 走在街上 我突然觉得 有一个歌 好熟悉 怎么这个字这么熟悉 还蛮好听的 然后走到唱片行一看 上面一个封套 写 陈银嫂 浮云游子 我在那边一想到 浮云游子 这不是我的歌吗 它已经变成唱片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在军中 他们联络我不方便 浮云游子严格说 就是一个乡愁的歌 但是 我就把它写成 一个轻快的歌 台湾的七八零年代 在很迅速的都市化 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人 是理想背景 可是那年轻人脚步 其实是轻快的 因为它对未来 有一个憧憬 有一个想法在那里 我觉得就是 那一代人的 集体记忆 最有活力 最有动力 年轻 没有 因为整个社会 正在进步或是发展 整个的社会的氛围 是一个往前冲的 包括本来被政府控制的 思想公司也刚好解脱 这个有时候 讲解很好玩 就是说 我们以前的歌词要送神 现在年轻人写歌 不用送神 所以我们以前写歌之后 常常会拐弯抹角 用隐喻 用比较暧昧的视野 去表达一些想法 虽然对于文字的斟酌 比较小心 比较用心 那现在你们什么都可以写了 反而就少了那个乐趣 以我对明歌的了解 其实那是一种 很优雅的 还有很艺文的 很隐晦的 有想要冲撞的东西 明歌的诞生 应该就是一股 冲撞的冲动 现在的 我们这个世代 要冲撞的东西 更复杂 更多元了 想要筹筑天水业绩的时候 其实是 我跟你授权 我先去谈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两个是室友 他在唱片公司的体制 我不是 可是我们同时都体认到 当时的音乐环境里头 我们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共同概念就是 我们要脱离唱片公司的掌控 第一个production house 我们各不卖端 从前没有人这样做 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 在那个环境里面 第二我们希望就是说 每个工作被尊重嘛 做时做去 制作人都有 拥有credit 第二我们希望 我们的产品可以得到 用工作的方式 可以得到版税嘛 OK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希望就是 我们有自主权 就是唱片公司 只要把钱给我们 我们就把唱片做好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要的音乐方式 这个可能是当时 唱片界不可能有的 都是唱片公司在主导 当然最重要的是 都年轻 大家还没有把音乐 当做主要的工作 OK 李作弦的一个概念 就是每一张唱片 需要有个theme 尖水出的两张 都有一个风格 一个主题在里面 那可是音乐 它也做了非常实验性的 革命性的一些 一些编曲跟常识 那也许走得太前面了 坦白讲比较尖色 可是就有个人来说 那是一个 无法超越的一个作品 就是我那时候唱的歌 我现在唱不错 拆了个汗 一用雕汗杀缘上 拆了个汗 风沙狂人我好想 到我一曲豪迈奔芳 卷入千层沙郎中 拆了个汗 天润一起 他们都说是最后的 力广狂澜之作 其实我倒没有觉得 我们是在做敏歌的 从头到尾我都把 这一块当做是流行音乐在做 当时李建復最红 蔡琴最红 我把这两个抓在一起 出唱片 当然是想卖钱嘛 那个时候的李建復跟蔡琴 是什么 民歌最强的 那时候李建復是唱《龙的专人》吗 那时候龙的专人音乐 蔡琴唱《恰之你的温柔》 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来听 老师你很有自信 对啊对啊 当时 我完全觉得 我现在做这个 就是要很多人来听 我从来没有认为 我们在做多么要取高和高的东西 我从来都认为 他应该大卖 应该卖得好 同意 我先来乐团叫《潜堤》 然后 《潜堤》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更多人可以听到 这个音乐在做什么 就像《巨大的 homing》以前 我也不会觉得很多人听啦 然后 老师刚好今天卖票啦 所以他今天刚刚卖三千张 欸 卖一秒 所以就是 欸 《巨大的 homing》这个团 对对对 就是 reunion的 reunion而已 限定而已 就是 喔 只卖一秒 好好好 那以前没有人听 那现在这么多人要听哦 但三千张不算真的非常多啦 你们这个年 这个世代是比较可 可 比较 比较 比较难过啦 比较难过一点啦 你们现在一个月的 产出的量 可能是我们当时一年的量 甚至更多 那这么多的作品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把這個市場share掉了 不像我們當時就是說 可能這個月出什麼唱片 它就是那個時候的主流 對照之下 當然你們現在會比較辛苦 所以在幫大家聚焦 對 其實 感覺友淘姐在那個 以前的音樂人 應該是會覺得非常幸運的 因為有一個平台可以 單獨發聲 讓真的想聽的人聽到 然後現在是 想要被聽到看起來很容易 可是事實上 你可能會淹沒在 一千首 一萬首的歌 同時存在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那時候 團員就輪流進去 當兵的一個時候 只是把歌放在可能一些 像Street Voice 或者是一些 YouTube上面 然後當我們當兵當完出來 就發現 開始很多人在聽我們的歌 怎麼會這樣 我們好像剛剛好在那個 這個演算法剛發展的時候 就是我們好像有被 網路這個時代推了一步 我認為民歌運動是一個起始點 歌謠它是可以讓全世界 現在你手機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 各國國家的曲風歌謠 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文化 透過歌謠傳遞出去 那唱自己的歌 我覺得就是唱我們這個地方 生長土地的歌 然後它可以讓我們這裡的故事 讓全世界知道 教員民歌在當時不只在台灣 引起很多的迴響 還影響到海外 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 還有大陸 其實都有受 校員民歌的影響 所以星瑤一開始的那些人 你知道到現在都是新加坡 音樂產業的佼佼者 已經都是主師爺了 我們最早接觸到校員民歌 應該是在大概是79年前後吧 最早可能是從書店 書店裡面看到陶小琴老師的 專業這個民歌 因為我們可能是唱英文歌 不知道黃文歌原來也可以這樣唱 在理工學院裡面 我們就開始也是有幾個同學 就喜歡拿著吉他唱唱歌 我們就成立了水草三重唱 每個不同的學校的這個小組的成立 我們都會去邀請我們去表演 就這樣認識了後來的 像地下鐵 清清草 地下鐵後來出了誰呢 出了烏企賢 出了徐美敬的自主人陳嘉敏 清清草出了後來給張徐佑寫 等你等我等到我心痛的黎肺輝 就是當時就是我們那個年代呢 這些人都是在一起玩音樂的 我認為民歌它不是一個音樂型態 我都講它只是一個時代意義 突然間有出現一些年輕人 是這樣的方法做音樂的 改變了人家對音樂 做音樂這一塊的觀感 經過了幾十年我們再回頭想 那個時候我們大家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 去從事這個創作的工作呢 包括美國六十年代的這個 校運民歌運動 到台灣校運民歌運動 叫新加坡的新搖 這個運動其實再回頭來看 似乎是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個階段 有了新一批的嬰兒巢出來的新生代之後 當他們解決了父母背的衣食主堡的問題之後 其實大家都會開始去尋找一種認同感 所以也就是在這樣一個前提下 當時在新加坡的一些年輕人 就開始說拿起吉他來唱歌 我覺得現在民歌運動 他改變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參與的產業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跨時代的一個改變 所以當時在台灣早期的校運民歌運動 雖然是像辛格或者像歌梨這些公司在做 可是後來終於形成了第一間 所謂知識分子的公司叫做滾石 那時候就是滾飛拍這個行業的排名 就是三家滾飛拍 滾石飛碟拍譜 這樣子 那所有的人其實都很 我覺得滾石的厲害的地方 大家滿敬重這個品牌所做的東西 這些從民歌手出生的 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 或者是我所帶的那個大學成的這一代的這些歌手 他們到了幕後 到了目前都是非常優秀的 一直不斷地在做下去 那我覺得大學成的校園民歌呢 他有個特別是 他就是成仙 起後 我有這樣的感覺 他研習了像金玉獎一些學長學姐 他們的很多的歌曲 都是給我們的創作的一個養分 大學成創作歌謠比賽 他應該是民歌運動的最末那一班列車 所以其實在校園民歌運動的後期 校園民歌跟流行音樂 事實上已經是河流了 那當然也就是我們一些前輩 他們是校園民歌手出生 或者是有些創作人 都進入流行音樂歌台 其實是在流行音樂的這個發展當中 起了一個非常重要質變的一個關鍵 那個時候大學生們非常流行 留學這件事情 覺得只要去美國度個金回來 就不得了了 那好像我也趕上了這個熱潮 就想說那我就留學吧 然後我就開始要準備申請學校 楊佳就跑過來特別跟我講說 正宜 你唱的聲音太好了 如果你就是這樣子不唱太可惜 你錄一張專輯再去留學 那個時候他找了李忠勝 OK 李忠勝是個全然的新人 所以新人要做新人的專輯 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說真的 所以正宜的小雨來真的時候就是我 累積了那麼多年的學習跟能量 跟白日夢 我終於有機會去做一張專輯 收一百首歌回來 然後用這一百首歌呢 全部進錄音室讓李忠勝彈吉他 他彈我唱 大家全部出來然後聽這一百首歌 挑十首 其實講起來這是一個很大的陣仗 當時大概沒有唱片公司是這麼玩的 千錘百鏈的結果 就是小雨來這個時候這張專輯 拿了十三週排行榜的冠軍 創作人越來越多 唱歌人越來越多 但是產值並沒有相對的提高很多 反而現在我覺得競爭更激烈 不要以為你今天寫一首歌 他就一定有資格出版 我們永遠都是在重新看有沒有更好 有沒有精進的空間 我認為音樂產業還是要靠一個好的作品 很好的音樂人來維繫的 這是音樂產業的最核心最核心的點 其實小的時候不知道那兩個字叫做創作 我認識的所有的朋友他們全部都彈吉他 我就是不太會用吉他作曲 然後後來我就是用我自己鋼琴寫歌投稿了很多 可都沒有中 我有一天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我就拿了吉他用我錦繪的幾個和弦我就寫了 然後我就去比賽民風樂服 我的創作就得名了 你知道我的那一刻 我就是簡直是 我不知道應該是怎麼去訴說 就是說怎麼會這樣 在小時候的我其實是很彷徨的 我就說那我到底要什麼樣子的依據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也在面對一樣的狀況 我的路徑是反過來的 就是一開始用木吉他寫 那寫到一個程度 後來越弄越複雜 然後再讓他達到一個什麼幾度 怎樣聽起來就很爽 然後弄了半天一整張專輯裡面 最厚最受歡迎的歌 大概是那種 我用木吉他扮一個小星星穿的歌 對 所以就是還是一直都在面對 對這件事情 就是有的時候用最簡單的 最直覺的東西出來的 怎麼講 就是他有他的力量這樣 對 那你說一直到今天 我還是在寫歌 但我覺得寫歌還是很難 我們沒有辦法去期待 我們現在丟出去或者是給出去的這個東西 是每一個人都能接收到的 那你說我們要留下什麼 其實我們要留下的是經典 我們不是要跟隨流行 雖然我們叫流行音樂 可是我們不是在跟隨流行的 我們要做的是創造一個經典 你就是本著你該做的 那你就去做 寫歌這件事情最難的 還是你從0到1的過程 當然我今天從1到1.012 我覺得是相對容易的 無論是對蔡琴老師的演唱 或是對於梁洪志老師的寫作 那些都是心裡會知道說 其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完成這首歌曲 所以我覺得我只是剛剛好 遇到了這首歌 然後有機緣可以做這次的致敬 不是我也有可能會有其他人 因為他就是一首很棒的歌啊 他一定會被聽到 一定會被大家討論嘛 音樂人其實是除了活在現場以外 他也是活在歌單裡 我覺得只要是好的作品 他就會活下去 不要輸給戶外 每個人都唱 給自己掌聲 一年不一年 我不能停止懷念 懷念你 懷念從前 但願那海風在起 只為那浪花的手 嚇死你的溫柔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梁洪峻 謝謝 那你說現在的 我們在重新辦民歌演唱會 我們在鎖定的 也就是跟我們民歌一起長大的 這一群觀眾族群 因為聽到這個歌 就想到他年輕時候的那些故事啊 有很多的回憶 不管是酸甜苦辣的回憶 都是一個回憶 那當然有票房就表示 他還是有他的經濟的一些規模在那邊 其實對歌手來講 每隔十年辦一次這樣的活動 其實就是個同學會 那這個人還健在 還健康 還能上來唱歌 這就是一個 你會覺得那個緣分 還沒有停止 校圓民歌 之所以可以傳唱五十年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是他創造了經濟價值 創造了商業的價值 而且他不是一首歌一個歌手 他是整個generation的這個歌 都一直在傳唱 我們其實就是保持原創的精神嘛 要創造出來有價值的作品 唱自己的歌不是只唱自己的歌 而是你要把歌唱成自己的歌 我從那個電台的正式的音樂性的節目 工作退休以後 我就不大有機會去聽新的音樂 結果呢我沒想到 我是先聽了別人唱你們的歌 我有一次去pop聽 他們都是唱西洋歌曲的 然後呢唱著唱著 就唱你們那個我還年輕 然後全場人一起唱 我那時候就幾匹疙瘩 我說這個歌我沒聽過耶 後來我才回來查說 原來是老王樂隊的歌 我覺得應該是說 不會有不好的時代經濟事發生 對所以你就只是在 如何在一個時代裡面 找找到適合自己的位子 其實就算沒有我 明哥也會起來 我只是剛好在那個節骨點上 我又喜歡他 我又覺得好有趣喔 認識那麼多年輕人 都好有創意喔 然後跟他們玩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很幸運的 剛好我遇到這個時代 是一個不錯的時代啦 但是後來後來也還是不錯啊 後來後來也還是不錯啊 在那裡 我還年輕 我愛年輕 我愛年輕 他們都說 我們把理想都忘在 在那輕狂的日子裡 給我一瓶酒 再給我一支眼 說走就走啊 有的是時間 我不想在未來的人子裡 獨自哭著無法往前 給我一瓶酒再給我一句言 說走就走啊 有的是瞬間 我不想在未來的人子裡 獨自哭著無法往前 therap長了 不敢讓我和我一家 你看到甚麼 但卻說的《企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